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澄 今天我要教你们吃 教你们煮的是ABC汤 还有 就是洋葱汤 所以我们准备给ABC汤 就是Carrot 洋葱 Poteto Tomato 还有 Yagong 对 然后还有 如果肉化热练可以自己选择 可以鸡肉和羊 还有鸡肉还是猪肉和羊肉 什么肉都可以的 吃完 我是preference 觉得是鸡肉缺好啦 所以 很简单 超级简单 就鸡 适量的鸡 然后放 ABC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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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小时候一直尝喝的啦 你们记得没有 我们现在要加水 水 alright ok then 我们放进煮 and leave it then 就这样子而已 现在你们会喝到 鲜甜 的ABC汤 请问 Chef 要放多久呢 好 吃我们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 半个小时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吃 那个 我们Tomato 还是那些Poteto 要更软的话 就放久一点 它味道会更好吃 会更甜 好啊 炒洋葱蛋 炒洋葱蛋 可见到 那边有顾客在那边等待 就是 铜铢还有 相近 可以 我们在剪影片很忙 所以我要煮给他们吃吗 哦 你真是好 对 现在我们就三颗蛋 然后半颗的洋葱 然后切成 这样子 就一条一条一条的 彤彤 你为什么在笑 哈哈 半颗太多了啦 适量的洋葱 你喜欢洋葱就放多点 OK 开始了 我们要把洋葱先炒先 洋葱 OK 洋葱 然后再给洋葱炒洋 像着炒洋暖鲜 然后等下碗才可以放个蛋下去 下一场咯 好 那个洋葱 OK 要放一点油 因为所以它不会粘着锅 我们就放蛋下去 现在把洋葱全部包在蛋里面 所以它会 变成一个圆圆圈的 圆圆圈 OK 现在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我要给它煮熟 可是我还要翻它 可是 会有失败的机率 可是我试它给它 好 OK 拌到了 拌多几次 等下先给它 一身熟 然后我们就拿酱和盘 这是洋葱 你看 看它那个 葱葱已经开始暖掉了 看 暖掉了 它就是 海洋葱一开始很暖 吃了吃了 哎呦 一个小时了我们做 所以现在就是 呜 试试时间 对 ABC汤 这里 香安披茶 发辣丽 下一个点 冷冰冰 我喝上去 好吧 我们试试吧 这是我们小时候喝的ABC汤 现在大手也可以喝喔 健康的喔 耶 健康宵夜 健康宵夜 耶 我最喜欢 吃ABC汤 因为其实是童童 有个提起说 他要吃ABC汤 所以我就 试试看 祝福他喝 看会不会pass啊 Let's try Let's try 我们来看一下 看是不是一个合格的 超难的 嗯 嗯 nice nice ok吗 like true nice or 可靠nice nice true nice ok 烫到 是不是很淡而已 我觉得还ok 有味道 只是没有到很浓啊 没有到很咸 所以刚刚好 可以spam这盒那一种 这是我的洋葱蛋 这是我的洋葱蛋 我先开 哦 能不能bass 可以 耶 洋葱 洋葱 好浪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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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吗 ok吗 嗯 因为那个洋葱 你的炒不耳朵 对 对 有咸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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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咸 好浪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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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满意很满足也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健康的晚餐了 那么这一集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下头像这里 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 要他煮什么不一样的书给你们看的话 请留言跟他说 那么这一集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拜拜